六月是畢業季 受到本土疫情影響 各級學校的實體畢業典禮取消 改成線上舉辦 不少學校跟家長都發揮了創意 有的家長更讓孩子們在家 穿上制服全程參與 要減少畢業生的失落與難過 學校突然停課 還延長到暑假 就要畢業的國三生 黃竹竹在家參與線上 畢點 看到班級影片 點滴湧上心頭 竹竹不是家裡 今年唯一的畢業生 高三的哥哥 李翔和小六的妹妹 婉育 同樣以線上 畢點為高中和國小畫下句點 跟學校就是一般那種正常的那種畢業 就是差很多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感覺 少了實體 避典的氣氛 三個孩子都說 看線上畢點沒有哭 而媽媽認為這是一輩子的回憶 在家也可以有在校的感覺 請孩子們穿上制服全程參與 還送上自製影片與禮物 疫情下的畢業季少了眼淚 相擁和最新的大合照 對學生來說難免遺憾和失落 但疫情下的線上畢點 可能無聊 可能很有創意 都讓今年的畢業生們 有著獨一無二的畢業回憶 揮手對著鏡頭 跟著老師 師長們說再見 再見囉 同學拜拜 記者林曉惠 吳家寶 台北報導